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 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 休斯顿Rosenberg这个区域的房子 这个区域我们以前介绍的不是很多 因为之前这个区域发展的并不是非常的完善 那我觉得如果有地方发展的不是很完善的话 虽然很有投资价值,但是还是稍微慌了点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Rosenberg话是发展的非常的好的 而且现在它有一个社区的这个几乎是完全建完了 只现在剩下17套房子的湖景了 刚刚开盘,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个社区 这个地方离休斯顿的中国城非常的近 只有23分钟就到了 如果想去唐城的话 那它这个地方离唐城的中国超市 有十几分钟的距离就到了 它的地税非常低,只有2.7 在大多数休斯顿的新房当中 这是非常非常低的超低地水了 然后呢,它又是在3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湖景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湖景竟然是作北朝南的 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对房子一些要求和需求 这个社区的物业费也非常的低 只有700美金 所以整体来看,整个社区真的是非常好 又适合投资又适合自住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开盘的这17套房子 因为它只有17套 所以很快可能就会卖完 并且价格比较好嘛 如果您对这种房子感兴趣 欢迎叫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 联系我们 我是一滴 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户型 其实我们以前介绍过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社区是另外一个区域 叫Rosenberg 这个区域离着中国城啊 或者是唐城啊都很近 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这个社区 而且以前我们介绍的这几个社区 价格都已经涨了很多了 但是这个社区呢 价格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来介绍这种社区 如果你买了这种社区的房子的话 就会是在你买的时候 价格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而且它现在还有湖景 我们一进门这边就看到一个dining room 然后再往里走 右手边 就是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客人用的洗手间的旁边 是有一个储藏室 这些我不怎么开的门 基本上都是储藏室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走 这就是它的厨房 然后再往里走就看到它漂亮的客厅了 走到这边就可以看到它 很敞亮的客厅 是非常大的这个客厅 这个户型在Kitty的这个社区呢 都卖到了三十几万了 现在在这边就28万左右 价格是蛮好的 所以我先推荐一下这边这个小区 而且这个社区的地税还比较低 然后从这边走就是主卧的位置 你看它的主卧面积也很大 整个房子的面积2400多尺 但是户型的规整程度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它 在Kitty当时也是27 8万的起价 后来变成30多万 然后在Rosenberg这个社区 目前的价格还是比较低的 等社区完善了之后 价格肯定也是一定会涨 然后这边淋浴间 一进去是衣帽间 然后呢衣帽间的旁边 这边是马桶间 这就是一楼主卧的位置 这房子2400多尺 但整体看上去就好像它有 将近3000尺的一样 你看这么大的客厅 好 现在我们就去楼上看看 到了二楼之后呢 一上来先是一个game room 它二楼也是很规整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二楼的主要设计是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指指 这边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然后共用一个洗手间 然后另外一面 洗手间 卧室 所以它就是设计的很规整 三个半洗手间 先来这个洗手间看一下 淋浴间 然后呢出来 右手边就是一个卧室 它的窗户很大 所以整体来看都很亮堂 然后走出来 经过中间的game room之后呢 这边也有两个卧室 我们先来这一个看一下 一个queen的床 这个床好像不是queen的 这个床是twins 这个床小一点 所以这个卧室稍微小一丢丢 然后隔壁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床也很小 这个卧室这样看上去还比较大哈 其实这个面积应该不如刚才的卧室大 这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在这边 这是他们共用的洗手间 所以整体来看 整个户型的一个 这个 规整程度非常好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规整的户型 当然这种规整的户型 也确实是很多客户都喜欢的一个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还有一些湖景的地可以选 因为这湖景的地是刚开的 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建在湖边也就是30万以内 所以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些社区的地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社区是在Rosenberg的这个地方 这边离59号高速公路很近 然后它社区最后这个section 就是最后一个湖 盖完这最后一个湖整个社区结束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 就是它之前已经盖好的这些部分了 所以我们逐渐的就看到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套湖景的地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视频里的这个就是湖景的这块地 这块湖的两边要盖房子 那现在要开盘的就是右手边的这一部分 其中有两套29万多的 然后还有几套是30几万的 我觉得29万多的那个比较好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湖景 就是我们在过头中间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 还是我们在那边长沿地有点 就是她在这个地方 还有今天是在这块地图里面 也说真的存在一个人 有点清洗淑 是我的意见 我们在家里有这个地方 没左我们没左走 让我们先在哪里 不见 我们在那边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 你真是不含 我们次回来 我们先看看它这个社区周边的一些社区环境 这个社区周边的社区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其中一边是别人的私有庄园 另外一边是普通的社区 这些普通社区都是完全完善了的 所以出租是没有问题 非常好租 因为社区不是那种完全都是很多新的东西 而是几乎完善的一个社区 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空地就是我们能见湖景的地 然后呢这块地的不远处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大豪宅社区 现在给大家看看 就是跟这个社区紧紧相爱的这个湖景的豪宅社区 大家都看得到就是每个房子占地都非常大 房子都间距非常的宽 后面有湖啊 或者是有非常大的泳池啊 这样子的这一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豪宅社区 所以这个今天介绍的这个30万以内的一个小湖景 离豪宅社区也非常近 整体来讲不管税率也好啊 物业费也好 各方面都很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这个只要今天是湖景的这个地刚开盘的日子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现在就可以定湖景的这几块地了 我们看到呢 现在这一排就是我们现在即将要开盘的湖景对面的这一排房子 这一排房子全部卖完了 全都是色物的色物的这个标识 全部卖完 确实还算比较好卖这社区 因为养房成本低 位置又比较方便 然后价格确实也比较便宜现在的开盘 哦 呻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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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